不过在地质公园范围内的马市州 特别是地区旁边的私人土地 有人就非法兴建骨灰堪墙 保育团体多次向政府反映都不得要领 担心公园的地贸会受到破坏 张建议报导 大埔马市周围于吐露港 临近大埔的三门仔 是2亿8千万年前由沉积癌形成的倒序 是本港少数清晰见到沉积癌尘的地区之一 由于地贸独特加上生态价值丰富 在99年这里被政府列为特别地区 获得特别的保育 现在这里更加是国家地质公园的范围 不过早在两年前 有人发现有土地的业权人 在马市州的私人土地上面 侃佛林木平整土地 兴建骨灰堪墙 根据发展局的资料 这幅土地是不可以用作兴建骨灰堪的 但是工程的范围属于私人土地 越户处亦都只能够在私人土地范围外面的地方 树立告示牌 禁止进行任何的工程 不过现在骨灰堪墙已经员工 甚至立了墓碑 即是说堪墙已经开始出售堪位 这个在地质公园里的骨灰堪墙 几年前已经被人发现它在这里开始动工 但是没有一个政府部门能够阻止它继续开始工程 原因是这里属于私人的土地 唯一的问题就是它违反了土地的契约 而环平条例也不能够规管这些骨灰堪墙的工程 如果业主成功申请改变土地用途的话 这里就会变成一个合法的骨灰堪墙 当年提议政府成立地质公园的香港地贸岩石保育协会 多年来一直向政府反映问题 但是都没办法阻止工程 在2009年发现之后 我们是不断地向那个部门反映这个情况 叫他们采取一些措施 但是无奈其实部门可能都不是怎么理 搞到最后到现在这样的情况 还有一些已经摆了下去的骨灰堪墙 我们就希望它可以停工 或者最好将整个地方复原 因为这个其实以前全部都是很漂亮的树 而且前面有一个很漂亮的贝壳摊 但是因为现在经过他们这些工程之后 有个贝壳摊已经破坏了 现时大埔地政署正是就业主申请改变土地用途 咨询公众的意见 保育团体正是赶在星期二截止之前 递交反对的申请 希望尽最后的努力保护地质公园的完整 亚洲田市记者张建义报道 马市周兴建骨灰堪墙的私人土地 未被政府列入分区计划大纲 即是未有定名发展的用途 有立法会议员就担心破坏当地的生态 令到土地再没有保育的价值 就可以任意发展 全香港特别是一些乡郊地带 有很多地方其实仍然没有被任何的法定图則去覆盖 这一件事就令到很可能有一个漏洞 而一些刑办者 骨灰堪墙的刑办者 可以做一个先破坏后建设的一个发展的模式 我想我们最不想见到一个可能有机会成为国家级 甚至是世界级的地质公园到头里里面 是有一个很宏伟的骨灰堪墙在 港商已经成趣也好 还是觉得真的可以体现到香港的发展规划的特色好呢 负责管理地质公园的漁户处就说 骨灰堪墙是属于私人土地范围 因此并非在特别地区 或者是不属于地质公园里面 所以没有办法监管 发展局发言人就说 仍然就业权人的申请改变土地用途作咨询 他们会先研究公众的意见再作决定 一个美肤新村居民就屋宇处批准发展商长达 在村里面的旧石油气库起楼 提出司法库起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